再来关心也是产业界瞩目焦点 美国准总统川普今天凌晨约见全美科技业聚部 外媒聚焦增加就业和汇回海外资金两大主题 稍早川普本人与团队新信声媒体 其中包括PayPal创办人彼得提尔 外媒预测川普将会提供优惠税率当作诱因 美国科技业者存在海外的几千亿美元 如果能汇回有助于川普推动基础建设 这次包括苹果执行长库克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脸书营运长桑伯格 谷歌母公司执行长佩吉 与董事长施密特 亚马逊执行长贝佐斯 以及微软、思科、IBM、英特尔和甲骨文的执行长 都受邀出席 其中IBM更是卖给川普大面子 在会议前夕宣布招募新写2万5千元